來,我們先利用這個時間讓大家做一個簡單的測驗 這裡,有兩題 第一個,我們常常聽到什麼 數位相機都是幾百萬像素幾百萬像素對不對 對 請問他怎麼算出來 你不能去那個店裡面就跟老闆最好的旁出來 只看不埋 這樣不行吧 所以你看看,是相片的長層寬 還是可以列印的大小 還是相片的檔案大小 還是可以傳送的次數 好不好 點好一個之後 假設隨便一個 就按提交 這樣沒問題吧 好,那OneNote另外一個呢 另外一題你除了回到這邊來選以外 它的單元 就我這裡面不是有四個單元嗎 你也可以怎麼樣 有沒有看到前後有一個 箭頭 也可以從這樣跳上一個下一個 也可以點中間 有沒有可以直接跳 對不對 好,那第二題 第二題 第二題呢 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裡 我們常常看到YouTube影片對不對 有沒有 沒有看過YouTube影片的 應該沒有 但是呢我們在播放的時候 你應該都知道有一個東西 在這裡點下去之後 有一個畫質對不對 請問這個數字代表什麼意思 我們知道一件事情 數字越大 代表品質越好對不對 對 但是它這個數字指的是 影片的寬度 還是影片的高度 還是你認為 另有引擎 好不好 選一下提交 這樣可以嗎 OK 來還給你 是不是有答案嗎 有啊 當然有答案啊 當然會有正確答案啊 但是我們現在先 自我測驗一下啊 對不對 都可以看答案 欸 他還被回覆用